美国总统拜登7月21日提出一项370亿美元的打击和杜绝犯罪计划 其中包括将近13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5年帮助社区雇佣和训练10万名警察 该计划还提议拨款30亿美元用于解决法庭羁押案件破解谋杀案 建立地方专门警察力量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率 此外 计划还包括加强应对精神健康和滥用药物问题的政府服务 加强社会服务 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职业培训 教育和住房 美国员工协会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大约58%的美国工薪族担心所挣薪水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 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 美国工薪阶层正在寻求改变自身薪资状况 民调显示 28%的已就业美国成年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寻找新工作 27%的人计划开始达两份工以增加收入 20%的人计划要求雇主加薪 21%的就业美国人表示 如果想要一份新工作 他们将寻求人事代理机构帮助 在全美食品成本上涨 近乎创纪录的高油价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的多重打击之下 美国人发现他们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临界点 7月21日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 旨在帮助警方更容易地追踪肇事逃逸司机 现在 执法机构将能够要求加州公路巡警在指定区域启动黄色警报公路标志 该警报的工作原理与安博警报和银色警报类似 它会发布涉嫌致命肇事逃逸事故的车辆的详细信息 警报只会发布在肇事逃逸发生地附近的高速公路上 内容包括汽车制造商 车型和部分车牌号 该法律将于明年1月生效 近日 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表示 公司正考虑修改一项运营政策 未来或将不允许位在店内消费的顾客使用店内卫生间 及不对外开放卫生间政策 也就是之后必须在店里买一杯咖啡或者其他消费 才可以使用星巴克里的洗手间 舒尔茨称 由于疫情原因以及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必须制定政策以限制非消费者进店人数 我们需要考虑员工安全问题 我们的门市店铺现在存在安全隐患 因为太多人把我们的店铺当成了公共卫生间 据悉 顾客在买单时才会在购物单上附上密码门的密码 本月 星巴克表示关闭了美国16家店铺 理由则是综合考虑到员工以及顾客安全问题 并在一封概述星巴克采取保护措施 保护员工的公开信中表示 公司美国领导团队已将关闭公共卫生间 列为极力要争取做到的一部分 乌克兰独立通讯社7月22日报道称 乌克兰 土耳其与联合国签署了粮食出口协议 这项协议将缓解人们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 一旦协议达成 乌克兰国内滞留的约2200万吨小麦 玉米等粮食将能够恢复出口 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运输也将更加便利 各方将协同从乌克兰包括奥德萨在内的三个港口出口粮食 此外 为加快运粮速度 运粮船只目前将主要使用现有的安全路线 粮食装卸 武器排查 航运路线等均有协调中心 各方共同监督 协议有效期为120天 但联合国期待此次倡议能够持续到俄乌冲突结束 此外 俄罗斯与联合国签署推进俄粮食和化肥出口备忘录 有效期为三年 静悠国签署推进俄评训 统签署推进俄训 它的热气适量是1个小型装部位 您的位置 郁克星